今天要教的是如何去排你的簡報 簡報應該怎麼排版才可以排得很清楚很乾淨 那相信大家應該知道我用的這個簡報軟體叫做PowerPoint OK吧 那在這個東西裡面它的系列總共有像Office 有Word 有Excel 有PowerPoint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三個之間的差異在哪裡 什麼東西你會選擇Word 什麼東西你會選擇Excel 什麼東西你可能會選擇用PowerPoint來做 有沒有人要舉手幫我回答一下 什麼東西 不然我就用Q的 有沒有人要自願回答一下 什麼東西你會用這三個來做 那位同學可以要不要回答一下來 幫我遞一下Line跟我們 什麼東西你會選擇用Word 什麼東西你會選擇用Word 什麼東西你會選擇用PowerPoint 就是比較多比較雜的文字序述 我就會問Word 然後簡略的就是想要讓人一路聊完的東西用 然後就是有Data 就是或者是想要就是整理出什麼表 圖表之類的就有意思 就有意思了 你可以幫我傳演後面同學來聽看 你覺得這三個軟體對你而言 它的差異是在哪裏 你什麼時候會選擇用哪裏 差不多 差不多嗎 所以你在課堂上簡報的時候 你會選擇用Word 然後要簡報的時候 你會選擇用Excel 這三個軟體在你的使用上面 你都通常怎麼去用 文件的話是Word 那個可以拔到 文件的是Word 文件的是Word 然後表格的話是Excel 文件的話是Excel 文件的話是Word 簡報的話是Word 簡報那你如何去第一簡報 什麼叫簡報 比如說上台輔助工具 上台輔助工具 好那 這邊我就簡單通整一下 如果你需要讓人一目了然 你需要讓人很簡單的知道你的東西 你就會用Popcorn 所以Popcorn的東西 絕對不是把你的文字文章丟上去 因為這個就是我的 你如果丟上Popcorn的東西 必須要讓大家一目了然 我這邊我不會丟給你說 我今天簡報我要教你如何 提高說服力 教你做圖表 教你做效果 然後再教你如何購喝 我不會這麼講 我會把這張圖丟給你 因為它就是一個一目了然 很簡單要讓你一目了然的東西 那 這邊我先跟大家講一講一下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樣的一個螢幕 這樣一個螢幕 它其實是一個正方形 但是 我會選擇用長方形的原因是什麼 人的眼睛其實從上到下是120度 但是從左到右去的是190度 所以可以知道 我們人在看寬的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我們接受度會相對很高 我舉個例來說好了 如果我現在給你這樣子一張 我滑出去哪裡 這是這樣一張牆的拋棚 我再隨便開幾個 我覺得做的不是那麼的精彩的拋棚 例如像這一個 這個是我在通識論壇去彈露下來的一個東西 大家也看到如果你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其實你在最上跟最下 這個其實不太好去看到它的 你所看到的其實很focus在中間這一塊的地方 而且如果你今天選擇用16比9的畫面 其實你在電腦上能夠編輯的畫面其實更大 而不會只是像這樣子 正方形的電腦明明就是寬螢幕 但是卻要被切成一個小小的正方形 好 那這邊我簡單的告訴大家說 請用16比9的畫面下去做 無論你之後是要做簡報或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比相對之下會好一點 好 那今天我要教大家的是 你如何去把你的簡報做最簡單的安排 我相信沒有一個排版是完美的 但是總會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排法 相對之下你把一堆握的 我一直很喜歡舉那個 陳大馬克的那個例子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印象的 他這做的我真的覺得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在我要講失敗例子的時候 他其實你看他把很多的資訊全部丟上來 如果你今天是要丟資訊 他不夠一目了然 就像他剛才講的一樣 其實 哈囉 有 其實就像他剛才講的一樣 你應該選擇用Word 不是用PowerPoint PowerPoint的你要讓他一看 就是OK 我知道這在講什麼東西 所以你翻了那麼多的字在上面 其實一點一一都沒有 你其實就只把PowerPoint當握著再用 那你幹嘛用PowerPoint 你就用握著簡報就好了 對吧 那 一目了然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 那 在簡報的排版裡面 我相信有比較基本的幾個東西 那我今天這邊不跟大家講一些 什麼色紋、色調、這種很理論的東西 那這幾個東西 我大概檢驗一下 第一個是你在這個簡報上面 你的字跟字的關係是什麼 你的每一行的關係是什麼 這就是所謂的親密 你的每一行跟每一行之間 如果完全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你要讓他排在這個畫面上 接下來是對比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標題 你一定要讓他更清楚 就用高對比度的方式 讓很清楚明顯的顯示在你的畫面上 接下來對齊 對齊好像應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管理詞 至中 靠右或靠左 對齊 對人的感覺來講 會比較的舒服 接下來另外一個是重複 你一直不斷的出現 重複的畫面 會讓人看起來比較有趣 這個好像看起來是一個 感覺就是一致性的 所以你常常 大家有用過模板這種東西嗎 模板它一套下去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每一頁都會看到某一個框框 或者某一個文章 因為你會看起來就是 我買一個自信的東西 但是模板其實很容易就看出來 也是套模板 我記得大家最常遇到做簡報 三種情況 第一種你一定會遇到一個題 管它什麼題 反正在做簡報的時候 你會遇到題 第三種你會遇到字 對吧 第三種你會遇到data 就跟剛剛講到的 這幾個東西 我相信應該是 簡報最常遇到的 有沒有人遇到其他的問題 就是在做簡報的時候 排的不是這三個東西 有嗎 有人做簡報的時候 排的不是這三個東西嗎 data 數據 圖 跟文字 應該正常來講 都這三個東西吧 這也是我覺得 簡報呈現出來的東西 大概只三個 好 首先我們先來談談 字這個東西 這就是剛才那個 陳大學務長做的 那其實剛才可以看到 他把這些東西 是全部塞在裡面 對吧 把這些全部塞在裡面 來 回到上頁 請問一下剛剛第一行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剛剛那頁在講什麼 剛剛那頁在講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 剛剛那頁在講什麼 還有一個 很重複 很多東西排重複 都會看起來有一致感 這到時候後面 我們會有很多的例子 跟大家給我介紹 欸 那不給我用 不要鬧片 好 我們先來談談 字這個東西好了 剛剛其實看完之後的畫面 是我切完這一頁 接下來我切下一頁 沒有人印象 剛剛那頁在講什麼東西 對吧 剛剛其中的幾頁 大家在講什麼 誰知道 所以其實你如果今天你把 PVD 你就是把一堆字 然後握著 要放上去 這是非常失敗的一個方式 我們先來講講 這個幾個缺點 第一個 字太多 字太小 字型太鳥 跟顏色太屌 對吧 這個顏色真的滿屌的啊 對不對 我們常常會說 簡報你要非常清楚 高對比 紅色 很奇怪的 配上很奇怪的來 然後字又很小 你看不到 我先來做個實驗 我來做個實驗 來 我走到後面來 來 麻煩這位同學你告訴我 最右邊 最右邊 最下面那個是朝哪一邊 在上面呢 在上一個 上面 在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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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幾個 你覺得第幾行看起來 你覺得最舒服 最上面那一行 好 那這位同學 你覺得你看哪一行最舒服 所以也比較偏上面 所以 我把這個字體把它 標在旁邊 最底下大概在12左右 那到這邊大概39 大概40幾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到的是 其實到大概中間一個教室 這個畫面的大小 大概到中間 也是大概看前四排 或者甚至前三排 這個大小 所以這大小小 其實看起來很舒服 但是我們常常會在做 電腦自己在中間拍的時候 把很多的字都 塞到這麼小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我的內容非常豐富 這個東西 不讓這些 老師或教授們 或者我們同學看一看 真的太對不起大家了 所以於是 我就開始把字一整天塞 塞完之後 你就發現你字越塞越小 越範圍有限 所以 通常我在做 所謂 把內容 不要放這麼多 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你就把你自己大的 有限制在30 或者34 以上 你的字 就只有這麼大 所以你的內容 自然而然就會縮小 這是一個小小的方式 所以 呃 這個也是一個排法 那 我來講講這一個 通識領袖論壇 有一個有上過嗎 這個有上過通識 你就問答 沒有有上過 有一個 啊 有沒有看到這個規則 有吧對不對 好嘞 請問一下它的規則是什麼 幫我講一下 改它規則是什麼 不太清楚 好 這個東西 它是用一個死理塞 方式去排列 我把它換個方式 我換成16米酒 把它這個很奇怪的背景拿掉 有沒有乾淨一點點 對吧 好接下來 這堂課什麼課 通識領袖一盤 我把它加出 對比度加高 有沒有再充足一點點 有吧 接下來 我說PPT要來加一目了然 所以你放 喂 是我太激動麥克風不讓我 我冷靜一點 好 接下來PPT要來加一目了然 所以你放了這麼多字 我換上頁 再換到上頁 再換到上頁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把它做成 訊息圖下 其實這些東西 跟剛剛的內容完全一樣 只准用藍黑色的筆寫 字數1000到1500 搞指600字 只是下週交故事 其實很簡單 這幾個動作 你把它從原本的這樣 變成這樣 你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 每週聽講完必須繳交心得於下週上課時繳交不得直交 這句的重點叫做下週上課交不得直交 對吧 其他都廢話砍掉 接下來必須用深藍色或黑色的筆手寫 其他沒有用 接下來 字數要1000到1500 這個扣分 我覺得這用講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其實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你就一直不斷的 精簡精簡 再精簡一個文字 精簡到最後它就變成這樣 你會發現它很簡單 很簡單 而且很清楚 很乾淨 很乾淨 我可以一種畫面就讓你 其實就可以一個畫面讓大家很明確 很簡單就去了解 我現在要講說明 我剛才講話我覺得會講太快 如果講太快 可以跟我說一下 我要放辦 但是 如果我現在要大家做出這樣子一個畫面 你覺得你們會有什麼困難 你要不要講講看 如果我要你做出這樣一個畫面 從剛剛的那一頁 你覺得你困難在哪裡 我沒有想到要這樣做 那如果我現在給你這樣一個畫面 我叫你把它做出來 用PPT喔 你覺得你會遇到什麼困難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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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一個問題找不到題 那你會遇到什麼困難 我懶得做 懶得做 懶得做這個吃 感覺可以吃 好接下來 你覺得你會遇到什麼困難 如果就這一個畫面 排版 所以 就是一個排版 感覺排得好不好看 那如果是你 你覺得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找不到圖 找不到圖 不知道怎麼排版 這是大家最常遇到的兩個問題 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一個方式 可以讓大家輕鬆的找到這些圖案 大家可以上 大家幫我把這個網址可以記下來 它是這樣 它是這個東西 這個怎麼用呢 我只需要 例如說 我需要一些畫面 我就打 例如說 我打一個窗戶 好吧 我現在網路好像沒有點上去 那我點一下 我這邊我只需要打一些 呃 這邊當然是只能用一邊搜尋的 我就例如說我需要狗的圖片 比如說我就搜尋動 我就發現很多狗的圖片可以用 對吧 所以我只需要把它點 點它 然後下載 然後接下來我們下載完之後 我就得到一個DIP檔案 你先點開 裡面就有一隻狗 所以 只要你想得到的圖片 你上去這邊搜尋 你都會很輕鬆的 找到很大的圖 所以圖像畫其實沒有這麼的難 這個網址大家可以記一下 這個網址大家可以記一下 那其實就寫成這樣 它可以上去記一下 呃 如果我剛剛遇到像 找不到圖這個問題 這邊完全可以解決你的所有困難 它就只是很多的像樣子 你只需要上網去搜尋 然後把你要的東西 轉換成英文的單字 上去搜尋 這樣你馬上就可以找到你所有需要的 很容易的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 圖像畫的顯示方式 好 接下來第二件事情 呃 有一個問題 這個框框怎麼做的 有人可以跟我說嗎 這個框框怎麼做的 在同一種 文字方塊條 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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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方塊條 它就是 這是一種方式 沒錯 啊 有沒有人不會做這個 這個框框怎麼做出來 第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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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OK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文字方塊 接下來 當你點這個文字方塊的時候 你會看到繪子工具 接下來 你去選外框 這是外框喔 你就選擇外框 例如說 我想要紅色 外框選完之後 接下來我要選線的寬度 我覺得我粗一點好 接下來呢 我的線 我可以選擇我要實現 或者甚至是 我選擇我要 虛顯 這種方式 它可以很簡單的 讓你的畫面 能夠有一些不同的格式在裡面 很簡單 還有另外一種的方式是 剛剛講到的 拍片我不知道怎麼拍 我先 最簡單的方式 這幾個東西 應該是要對齊的吧 對吧 好 於是我開始做一件事情 我要把它對齊 我再看 我覺得這根筒 這要上面一點 不對這個應該要在上面一點 然後這個在上面一點 然後感覺對對好像又沒有齊 超奇怪的 然後這樣 有齊嗎 好像沒有齊 另外一個方式 你把它全選齊 這邊有個排列 你來對齊 然後選字中對齊 往上幫你排好 其實非常非常的 這個 簡單它不是一個很困難的東西 例如像是 OK 我把這個東西先 這個東西 我是三個群組在一起 我先把它切出群組 例如說 這三個東西 你希望把它排成直線 然後發現不太直 於是你一定要把它順起來 排列 調成 就直接這樣 那媽媽就幫你排好 接下來如果它有另外一種發生 有些人會覺得 喔 這樣排完之後它會這樣 這三個它覺得它想要等分 等分要怎麼辦 排列一樣 對齊 然後水平均分 接句都一樣 其實很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做出很乾淨的排版 其實排版最簡單就是 你把它對齊 其實它看起來就不會太緊 你就把它對齊就對了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沒有對齊的東西 其實你看起來很奇怪 就縱然 縱然東西都在裡面 其實上面也沒什麼東西 但是 就覺得 沒對齊感覺就是怪怪 對吧 對吧 所以其實很簡單的方式 是只需要 把它對齊 但是要兩個路徑就是定住的 跟這個 然後我就把它 放在水平之中對齊 它會自己幫你對齊 這個蠻簡單的方式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通常我們會怕去提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東西群組 對不對 群組怎麼做呢 第一種方式我就是按住兩個東西 接下來按右鍵 然後群組 要教大家一個快點的方式 Ctrl加G 就Grope Ctrl加G 直接下去賣群組 怎麼說呢 我就直接CtrlG 直接就賣群組了 很快 非常非常的快 好 那遇到這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嗎 在這邊有沒有哪一個畫面 或哪一個不會做 自己 我相信大家應該沒有疑問吧 就是 一些自己就去網路上看 然後 自己憑自己人 趕下去 判斷就是你應該要用什麼樣的自己的表 我們幾幾個大陸 真的 我招了